長久從事政治工作 就不是過客 就是長久經營 就要扎債 然後要建立他的第三勢力 就真正立法委員的席次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那柯會不會選 這是一個疑問 我認為柯是心裡想讓郭選 為什麼呢 因為柯真的不想選 除非郭不選 柯只能扛起這個責任 因為郭 我跟他聊了一下今天 因為他認為草包跟菜包 是會耽誤國家的 然後他因為創立這個黨 台灣民眾黨就是當初 上一一國蔣衛水的精神 蔣衛水 我基金會也不要太驚訝 因為蔣衛水也帶動了 很多醫生從政 我想也是個典範 直接下來 他是效法他的精神 我說柯文哲主的黨等 然後他就是一包 他希望替中華民國 整治替台灣把賣 我說柯文哲 然後你們老闆就是錢包 我並不是他錢很多 而是今天這個韓國瑜說人民發大財 沒發大財嘛 而我相信五缺 就是缺工缺地等 然後台灣的再工業化 慢慢台商能夠回來的話 我認為這個只有 只有郭台銘當總統才可以整治吧 而且他的錢包就是讓人民真的口袋 重新回到第二次的前沿角目 人民的錢包滿滿 這是郭台銘的他的使命 我認為 我們希望他們合格 當然大人談我們小孩子 我們只能在機場幫他拉一拉票等 你覺得郭台銘一定會跟柯文哲 可是問題是柯文哲之前 他自己服選的這些什麼 要選立委的也都沒有上啊 不一樣 第一個他的人不夠強 第二個懂門道就是 因為他們投票率都兩成多嘛 今天投票率是七成五七成八的總統 跟著一起 而且組了黨 那個年潔度更強 所以完全不能從陳思雨的例子來談 以後的這個區域 他提名的十個區域立委 那是兩件事 而且加了郭 還有國民黨的元素 那還有全民發 真正發大財的元素 我主要經濟的因素 人民的希望 那情況不一樣 所以呢 郭會看 那個柯會看 郭選的話我就支持你 那他不選的話 他也必須跳出來選 他也義無反顧 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信念是草包菜包 是沒有辦法把國家救起來 他要把國家救起來 第二個 他推什麼樣的區域立委 然後部分區域是怎樣 我相信他們會進一步的來談 今天韓國瑜 他聰明的話就跟汪汪切割 我認為跟郭還有得談 可是現在沒得談 為什麼 因為台教會去攻擊52台 對不對 我覺得哪一台講台獨 講維持現狀 講統一 我認為都沒有意見 可是現在重點 重點不是旺旺的態度 而是他是一個 一直鼓吹統派的電台 那你要選擇這樣的電台嗎 而且郭台銘 他儼然好像變成蔡旺旺的小弟 那我如果幫助你 有些豬頭的中常委跟立委 提什麼副總統什麼 你這樣是羞辱郭台銘 什麼這叫條件 他除了想當總統 其他都不會想當啦 因為總統才能救國嘛 我說郭台銘的想法 然後你就提這些收主意 而且而且看起來是吃了這麼多鐵的心 我說韓國瑜 不會跟旺旺切割 只會更解密 那你如何叫郭台銘如何幫他 我認為他兩個合適死期了啦 因為你一直往統派移動嘛 那郭台銘就是認為你跟他結合是不對的 而且這電台一直攻擊他 我認為攻擊他 他有啞亮可以說釋懷算了啦 重點是意識形態 這個各有各的想法 這是不可以硬湊在一起喔 所以你到底你韓國瑜要做什麼 你選總統 你的方向感是什麼 那意識形態是什麼 你要不要繼續跟旺中結合等等 所有的東西 我認為你都必須講清楚 而且韓國瑜有個問題是 他跟人家接觸以後 有點像切香腸 跟楊秋心談談談不好 對 那跟郭台銘也搞不好 然後跟這個王金平更搞不好 那王金平叫萬應公耶 全世界都愛他 你怎麼連這個人都搞不好 你是記馬英九第二個以後 跟他搞不好的 那叫做韓國瑜 就是而且他沒有努力的回應 而且我說 就是他打電話給郭董 郭董沒接 那你就你這話藏在心裡 說我打給你了 他沒接沒回我 要一直說你交代了嗎 你要三顧茅庸跟人家談 我要怎麼做 怎麼救國 怎麼跟萬萬切割等等 那我怎麼樣把區域力也過半 怎麼讓國民黨強大 國家強大 這是郭董要聽也必須談的事情 可都沒有談 所以他們之間的河的路很遠 那我們忠心希望 最後是我認為第三勢力要整合 然後一包結合錢包 打敗草包加菜包 牢 一包 三包 三包